小毛巾大毛巾 得先做好分類 才能讓機器回修清洗 經過機器清洗 消毒雪白乾淨的毛巾 最後還是得經過人工 折好分好裝成香 我們就是每天晚上 大家同人都會配合加班 所以目前大概都是加到8點 在還沒有這些同學來以前 我們大概洗都要洗到凌晨5點左右 原來暴富性出油潮 為台東帶來驚人遊客量 從6月份開始 飯店旅社住滿下 市區五家洗衣場 原本疫情期間 每天接到的毛巾數量 只有1500件 如今卻是暴增為4萬件 在洗衣場加班都來不及應付 又找不到工的情況下 只得求助台東戒指所人力支援 每一家都缺工 因為各位剛才有看過 都比較燥熱 所以一般的人不太喜歡來這裡做 再加上這個10個 可能可以再增加1.3倍 到1.4倍的生產量 藉智所支援10名受刑人 以10天為一期 每人每天可以領到900元的薪酬 這一堆又一堆的毛巾山 儘管機器全天運轉不停 還多虧這幾位手腳勤快又精明的受刑人幫忙 但到目前還是缺少5名人力 也可以顯見這報復性出油潮 社會對象是整個產業鏈 介紹潘正行言禁語台東報導